10号凌晨有男子醉倒在东大陆的家门口 被路过的老先生给叫醒 原本以为是遇上了好心人 没想到时候发现钱包竟然是被偷走 里面还有将近一万块的打工钱 而警方接获报案之后 目前正在追起当中 一名学生醉倒家门 路过老翁走到一旁 拍了拍学生并叫醒他 被老先生叫醒原本很感激 但再看一次 老先生在叫醒学生前 从学生身旁拿走调出的钱包 钱包内装有学生将近一万元的打工钱 10号凌晨两点15左右 新竹有位学生请生回家 醉倒东大陆家门 路过老先生见状 先是将学生调出来的钱拿走 再拍打试探是否清醒 等学生醒来之后 再假装没事给予关心 假好新增窃财 原本感激这位老先生的关心 没想到却是偷拿自己打工前的 假好新人 记者徐志迁新竹报道 再拍摄